Zither Harp 每一份爱 每一天 时间漫无永恒 一切无常能留 时间无不散的夜行 终有一天会离去 人生多变化 一切不站在拥有的一切 二四 心定下来的时候 轻轻的智慧会逐渐开展 轻轻的智慧发展起来以后 你的烦恼自然就减少 不用刻意对峙它 二五 好比打坐的时候 自己觉得是 我什么杂念都没有了 这已经是有杂念 我什么妄想都没有了 的妄念就已经升起来了 二六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敞开 真正的自在 是从内心开放起来的 内心真正开放了 才能圆满这一切功德 二七 如果我们内心没有 曾恨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里 找不到我们的敌人 如果内心有憎恨的话 就是天天坐在佛堂里听法 也一样会增长 外面的敌人 与其辛苦 劳累地 想让外境坏念 不如让自己内心的 谈成坏念 二八 没有证悟空性之前 一定要按次第 好好的闻思 好好的实修 闻思不是偏路 但是你闻思以后 不实修的话 你就已经走偏了 闻思和实修 二者要双运 二九 会念会说不会修 这是叫佛学 不是叫修行 盲修下练的实修 和夸夸其谈 口头上的闻思 对烦恼的转化和解脱的 作用不大 三十 要想了悟 时不变得快乐 一定要从自己内心去实修 经过自己实践而证明的法道 这样对上师三宝 升起的信心 才永远不会退转 三一 了解并现正空心的智慧 是彻底解脱轮回痛苦的唯一途径 要想证得空心的智慧 必须修持爱他 圣极的菩提心 圆满的菩提心以外 没有其他的成就解脱 三二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人 善良的人 并不是看他的行为 而是要观察他内心的动机 光做好人 光有好心 并不能带给我们解脱 用智慧转变贪嗔痴的烦恼习气 这种内在的转化 才是真正的行持解脱道 三三 世界上的一切麻烦 都是来自于分别心 只要内心有执着 就一定会痛苦 真正的出离 轮回 是放下内心的妄想执着 而不是逃避外界 闪下内心的妄想执着 很多人认为 修阿弥陀佛是一个法门 修上师与谐是一个法门 修五加行也是一个法门 这样分割开来以后 内心就会产生很多疑问 觉得这些法门有冲突 实际上并不是法门与法门之间有冲突 而是众生自己的想法有冲突 三五 我们的心就好像电脑一样 装在这台电脑里的软体都是贪嗔痴这些烦恼 所以使用的时候都是烦恼吸气的这些感受 而佛菩萨 智慧的软体不在我们的电脑里 完全用不出来 所以 这需要一个安装的过程 我们要有聚得上师的指导 然后按照次第来修 这些就像是电脑安装智慧软体的过程 三六 我们反复的心总是反反复复 今天很快乐 明天又痛苦了 这个反复的心 是一个烦恼的家 这个烦恼的家随时都会坏灭 随时都会出现问题 三七 我们通过学习佛法 知道佛法的这个纯净的智慧 没有烦恼 没有执着 清净的家 这才是我们就近的家 不变的家 远离痛苦的家 远离烦恼的家 是我们本来清净的家 三八 佛菩萨并不是来自于虚空 佛菩萨来自于我们凡夫心的转变 来自于慈悲和智慧 智慧越广大 心越清净 烦恼就越少 你对解脱也就越有把握 把不清净的心转化为清净的 就是真正的修持佛法 真正的解脱 三九 修法不但要对上师有坚定的信心 更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要换一种心态来修法 不要用以前的救习器来修法 既然 你已经知道了 以前的心态修不出来 你就应该换一个方法 试一试 这样才可以知道自己的感受 四十 我们说培养心中的佛 不是说培养这个身体 而是说恢复内心 本来具足的如来脏 这个纯净的智慧 四一 执着心 带来轮回的痛苦 恶业带来恶的果报 如果 你想远离痛苦 得到快乐 你就一定要远离 这两种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尊敬因果 一定要尊敬因果 相信夜宝 四三 谁能将我们认识轮回 认识痛苦 认识因果 这个人 就是我们的善知识 谁能引导我们认识自信 认识解脱 认识涅槃 这个人 就是我们的金刚上师 四四 口头上佛法讲得再好 自己的烦恼习气 出来的时候 对治不上 都是属他人之宝 对自己修行 丝毫没有帮助 最后 更多 有用 obese 我们的作词 只要做一些 像